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甲一组第七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虚拟的 应或不应公告天下 对赛双方为甲方圣马可中学 以及岳方天主教崇德英文书院 现在让我介绍双方辩元 甲方主辩林欣桥同学 第一副辩吴泳因同学 第二副辩姚家辉同学 结辩李卓彤同学 岳方主辩刘逸奏同学 第一副辩李子晴同学 第二副辩刘家庆同学 结辩黄美咸同学 而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 为今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 协欣中学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何冠林老师 孙道会陈瑞芝记念中学辩论队教练 余明熙先生 天主教角德性中学 月月辩论队教练陈其康老师 本场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以及结辩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月方主辩完成发言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之后 隔方一副会接触发言 待月方二副完成发言之后 会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之后 会进入结辩环节 除了台上发问以及台下发问环节之外 每一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会有一丁的提示 而我就会用口这样亲口叮一次 而够钟就会有两丁提示 迟迟15秒就会连丁几下 将会扣分 而明白到网络可能会有迟缓 甚至听不清楚钟声的情况 本人也会用手势来示意 边缘有责任留意萤幕 也都不应该尝试用尽15秒的缓冲时间 详细赛规已发布给那么多间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先请双方主便发言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说可以 请问听得清楚吗? 主席听得清楚? 我 可以 定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日的变题是小剑的价值变题 双方都无法肯定虚拟世界的运作和由来 但在逻辑上 某方可以推论出变题有4个前妾 1. 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不相上下 2. 双方都无法肯定 人类更加满意哪一个世界 2. 变题中的你会知道自己活在虚拟世界 是因为系统出现漏洞 所以虚拟世界操控者未能全权掌控世界 3. 变题中的你既然能够发现世界是虚拟 必然已经掌握有力证据 即使公告天下亦有说服力 4. 虚拟是和现实对立的概念 虚拟世界并非自然而生 而恨量变题成立与否 就要审视公告天下后 能否令世人主宰自己的命运 追求更多自由 我方论点有二 第一, 提供选择主宰命运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 人必须主宰命运 做自己的主人 不要沦为别人的工具 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 去自主命运 改变生活 在虚拟世界 有人不满生活 亦有人安于现况 一方面有很多人过着艰苦的生活 但外于生活在虚拟世界 无法靠自身改变艰苦现状 例如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 三餐不计 每日吃树皮衣土 日复一日在无助 如痛苦之中 苟然残存 另一方面 亦有人安居乐业 甚至金玉满堂 假如将世界是虚拟的真相 公告天下 人类就有机会选择 不甘屈于现有生活的人 可以选择反抗 尋找前往真实世界的道路 改变自己的生活 对现有生活 心满意足的人 可以选择按于现状 继续留在虚拟世界 由此可见 公告天下能够令人自行决定命运 尊重个人意愿 第二 集结力量追求自由 哲学家努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 人生而自由 人有权掌控自身命运 选择是真实 或是虚拟世界生存 人类存在在虚拟世界 是因为有他者刻意阻止人接触真实世界 逼人活在操控者建立的虚拟世界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掌握在操控者的手中 少自个人世纪 大自国家动荡 你以为前路由我闯 不是 而是操控者在背后 控制着一切 他可以决定你的学历 职位 甚至伴侣 你以为旁边的是灵魂伴侣 都不是 其实你们从相遇、相知到相恋 全部都是由操控者设计 而非两个人的真实情感 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和拥有的权利 都只是唐一毒药 背后由操控者所操控 所以 人类只要返回真实世界 才有机会摆脱操控 拥有更多自主权 真正做到前路由我创 而将真相公告天下 人才可以发现世界有问题 从而有改变的动力 同时也意味着世界最聪明的人 执行力最高的人 最有创意的人 最愿意付出的人 通通都知道世界是虚拟的真相 从而集结更多力量 解脱虚拟世界 追求真正的自由 总括而言 将世界是虚拟事实 公告天下 令世人主宰自己的命运 追求绝对自由 因此便是绝对成立 谢谢各位 甲方主辨发言时间为4分08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粤方主辨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果准备好 请讲可以 可以 听得清楚 其实听得清楚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其实今天的辩题相当复杂 所以不如用三组的关键字眼 去拆解双方应该如何浮识辩题 第一个字眼是 假如 其实现况下不少科学家都曾经尝试证明世界的虚拟 所以如果今天讨论辩题的时候 是建议在现况 变题里面的你 即使公布天下 都只是复述前人的论损 并无实际利弊 因为你早就被前人像片 所以变题里面的假如 相当应该假定 我是唯一 并是第一个知道世界可以疑的人 才有讨论的最大价值 建议在这个前提 就可以看第二次组关键字 区域世界 官名思义 即所有东西都可以是假 事物 人际关系 就连这个消息都可以是假 由造物者充控 去到最后一座字眼 就要看我作为唯一 还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 为什么应该公布天下呢 其实呢 有风觉得 说了就没有选择别人 但是从来 别人想不想知道呢 有风都是没有论证过 就算那些人真的想知道 人生从来都不需要为其他人负责 为什么我一定要说给其他人听呢 即使我知 但我可以怎样证实呢 为什么我会有责任去公布一个 我未必可以用实质证据正实的命题呢 还是有风觉得 随意公布未经正实的消息 都叫一个负责的公布者 其实说到底 那些人想不想知道 会不会相信 其实都是未知 所以行为今天的变题 只要站在唯一 第一个知的角度去出发 去看公布天下之后 效益会不会高过要付出的代价 而我方认为 不会 因为理署实属未知 违处风险 确实存在 可以在两个方面体现 一 社会层面 增加未定 资约恐帮 公布天下拖累人 在乡仪世界里面 所有东西都可以是假 所以我们未必在 证实到真是 没有实质证据给别人看 世界虚拟的时候 就不应该贸易公布 2012年 瑪雅预言 世界没有为例 当时消息未经证实 谣言四起 令公众含入恐慌 不单只有人设计 大陆的食水物资 美国太空总署 跟直言市民含入疯狂状态 每日有大量市民打电话 全面有查询 同样的情景 在世界虚拟底下 也会出现 世人可能质疑身边的人 和事 属真属假 既然会变得 没有信任 互相猜忌 就算世界是虚拟的思想 是振脱 经由我传播开去 造物者一定会 刺发将消息封锁 防止我们会反抗 或者逃脱 不单只可能去追杀 一些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甚至可能将整个虚拟世界 删除 建设另一个世界 大家一直在享受的生活 都会化为孤佑 又是游犯乐见 而个人层面 公告天下野杀鸡 遭受歧视 荡异 正如刚才所言 假如消息属真实 造物者一定当如22世纪 杀人我内面一样 他是特攻追杀我 因为只有死人 才能够保守秘密 为自己来杀身之和 并不明智 同时世人 每一章心论说 所以感到震惊 不会颠覆他们的世界观 不相信 都不出为奇 更有可能 会将我当作疑虑 做我重入精神病 用乱石将我扔成小尺 所以最后简单总结 作为第一个人公布 我所承受的风险 愈愈比起后者来的要高 而当一切的情况 都维持未知的情况下 发生坏事的机率和严重性 都高于右方的利数 继续公布 只是杜一斯的希望 可以逃离地球 根本不符合成本和效益 所以最后想问有何同学 这个消息未经证实 又不知道人们究竟会否相信 有什么凌鸽性的原因 是要求我要面对付死的代价 都要说呢 多谢各位 月方主便发现时间为4分06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台上发问环节 先由甲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员 向月方主便提问 发问时间1分钟 月方主便准备时间1分钟 回答1分钟 时间结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后由月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员 向甲方主便提问 发言时间同上 当双方都向对方提问一次 以及回答一次之后 就回到甲方一副环节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也请评判注意 填写台上发问分数时 要特别留意填写次序 特别是月方分子 第一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 现在请月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员作发问 准备好可以说可以 想问听得清不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有方一方面论点二跟我方说 一旦公告天下 世人会觉得我是疑慮 不信世界是虚拟 但另一方面又说公告天下之后 论点一会造成世界大乱 所以想问有方很简单 若然人当我是疑慮 不信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 怎会有人听完之后 会恐慌而造成世界大乱呢 有方两个论点 是不是智商矛盾呢 多谢各位 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有什么运行吗 发展一些运行吗 有方这些人 那你怎么说 会有庭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席 主席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粵方主編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請講講可以 聽得清不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定 其實剛剛有方說我們自相矛盾 但其實我剛剛主編講的是 如果有人相信這個事實的話 世界就會帶亂 但如果沒有人相信的話 就會有人當是疑慮 而這個是無論相信和不相信 都是有畏處 所以這個兩難的局面 就需要交給比較多的同學 交給我們怎樣解決這個兩難的局面 所以並沒有任何的智商矛盾 多謝大家 現在請粵方自由派出一位電源到台上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請講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關立論基於錯誤的遲施 因為可以說到 知道我 就好像掌握了證據 可以證明世界是真實 是虛假 但問題還不是知 今天的片題 純粹是解釋了 我是知道這個事實 不等於我會有實證去證明 不等於我又不會相信 而就算他們真的相信也好 尤康今天都自相矛盾 因為尤康今天對面題 第一個假設就是 虛擬世界和真實世界不相上下 但問題是尤康的第一個領導火方說 不甘現狀的人 他們可以去改變 但尤康 他們又怎會去一個差不多的世界 為何他們還會繼續願意去呢 所以他們都是想簡單問尤康 不如尤康呢 你不如舉出 究竟有多少不甘於現狀的人 他們是有能力 並且願意拋棄一切 你不敢去反抗呢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準備時間 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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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再看看有方同学的两个弊数 第一 有方同学担心 一公告天下 会惹来杀身之禍 危害自身安全 但问题就是 为什么个人利益可以凌鸣于大众的人权呢? 好像内地自维权人士刘晓波那样 他明知自己一犯发表自己的意见 是会被国家远禁 同样会惹来杀身之禍 但他仍然选择把自己的建议公告天下 就是令众人去觉醒 那是不是刘晓波都做错 他是不是不应该 只是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 莫视大众的利益呢? 第二 有方同学就说 一犯公告天下 就会引来恐慌 但问题就是不是人人都会恐慌 因为有人像你所说 选择不信 那你就继续安于现状 生活不会有影响 但问题就是 如果有人觉得自己生活得不好 你现在不公告天下 正正就是脱越了他的选择权 麻烦有方同学一呼出来跟我解释 如果人活得不好 为什么不让他走 其次 再看看今天有方同学两个立论的前提 第一个有方同学觉得 有方同学他今天觉得 世界不一定是美好 但我们是不知道的 没错有方同学已经承认了 其实世界美不美好呢? 双方都不清楚 但问题就来了 正如我方有说过 如果这个世界 有人在经历战乱 饥荒的话 你为什么不让他走呢? 那你是否想他继续生活 在这么差的世界呢? 还是你是愿意 可以有一个给他一个机会 展开新生活的可能 告诉他 其实这个世界 还有第二条出路呢? 我们可以再看看 第二个的前提 有方同学呢 其实今天 驱移世界里面 有没有存在操控者这件事呢? 其实双方都不清楚 但问题就是 有方同学你不可以 但问题双方都不可以 肯定的时候 我方就跟你论正了 不论有操控者 还是没有操控者 我们都应该公告天下 首先 如果世界有人操控的话 你的人生只是电脑的程式 例如 我的梦想是想做律师的 把电脑做医生 我的努力 怎样都扭转不到我的结果 根本命不由己 唯有在现实世界 人生规划才不会被垄断 我可以主宰的东西是更加之多 就算虚拟世界没有人控制 一样有问题 因为当人被人摆入虚拟世界 已经没有选择在哪个世界生活了 我方已经全面论正 无论有操控还是没有操控 都应该将事实公告天下 有方你不可以再留在自己的世界 反而你要回答我 如何排除虚拟世界被操控的可能 以及被操控的生活 是不是应该都要继续下去呢? 多谢各位 接着是月方第一副辨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 事例事例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定 再位大家好 我方主辨讲过要否释辨题 就要站在你是唯一 并且第一个词的角度出发 那方和我今天都不反对 因为有方都明白 如果在现况下 已经有人公布过 讲过的时空去讨论 你都只是复述多次 所以你说的 可以被人选择 以前都可以做 你做多次 都没有一些实质作用都没有 毫无利弊探讨可疑 因此 在变题假如意志的设定下 我们需要讨论的是 世人未知这个消息的情况下 他权行公布这个消息 可能会带来的利益和风险 而雖然有方和我两个位置 有方认为公布天下后有两个利处 第一 令世人可以有选择 处在未运 但有方主编今天都说过 想知和我要说是两回事 你想知不等于我要说 今天变题的前置 只是跟你说你知道真相 但没有说过你是什么途径 有什么证据 麻烦一方和我们两者 究竟他们有什么证据 可以去说服这些人去相信 只要有方今天 若果没办法证实消息 就是有方所尊重的选择 是不是就是将未经证实的消息封开呢 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有方知情团的标准在哪里 有什么要知 有什么不用 麻烦一方和两个位置 之后和我们解释清楚 有方刚才两个位置 智女行家都想表达 这个消息是牵涉公众的利益 选择的权利 虽然要说 但今天有方缩解了公众利益 公共性事务是指 大家 公共性事务是指 会影响公众的生活 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是虚拟 只是一个科学的命题 就算世界是虚拟也好 就算有人想逃来也好 大家都要上班上学 一样吃饭饮水 世人的生活根本就不会因此而改变 有方一虎都承认的 不会有改变 那又怎算有公共性呢 第二 令世人可以集结反抗 找到真实世界 但事实上 今天公布了之后 他不一定可以去到真实世界 为什么那些人不是怀疑身边的人 是真还是假 反而是更加团结 有方今天没有论证过 而今天你公布的消息是虚拟的 和普通公布的一些科学研究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这个消息是颠覆整个世界观 远比普通科学研究的层次高 有方今天颠覆人类的思想 是否认为那些人会有什么新的看法 因为他们会受到充饥 不愿别接受 对这些人是否为大于利 虽然有方说到底 剩下的就是被人知道也好 但有方今天说就无敌 做就实力 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后果 不止大家没有玩过 模拟世界 模拟城市 同样的道理 你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 你自然想你的市民去遵守你的规则 若果有人知道了真相 同起反抗 相信你第一个动作 就是要封锁一切消息 有方自己都知道有操控者正在操控中 所以你封锁一切消息 本身人生活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他很开心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有方自己都说有人会产生恐慌 今天封锁一切消息 会封锁一切消息 人类不言不言 谢谢大家 月方第一副便发言时间为3分13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然后是隔方第二副便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果准备好请刚可以 是咪是咪想问听得清不清楚 主席听得清不清楚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歸纳有方反对变题的几点 第一点 有方台上发问的时候 回答的时候 都承认了 其实它两个论点是不可以并存的 既然人相信论点而所说 既然人相信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 论点而所说 被当做意虑的情况 不会出现 既然人不信的话 论点一所说 世界大乱的情况 亦不会出现 所以首先 有方两个论点是 智商矛盾 不能够并存 其次 看一方论点而 有方担心 我说完出来之后 会被人当做意虑 招致杀身之禍 但我方认为 既然我一个人的安危 最终能够换取的是 大众的自由的话 相当值得 既然好像有方 这么贪心怕舍的角度 成为个人的安全 是凌解于大众的自由的话 那你要答我 当时 斯洛登揭发 美国政府监控人民 照样会犯伴国罪 照样会危害自己的个人安全 是不是斯洛登 就应该为了个人安危 而放弃 揭发一件危害人权的事情 有方一副还搞笑 跟我方说 人家想知 不代表我要说 若然按照有方 这么不负责任的逻辑的话 世界上 历史上 没有一个哲学家 没有一个思想家 应该提倡自己的哲学思想 因为个人安全 凌解于大众自由 有方这个标准 极度不合理 第二点 有方担心 怕说完出来之后 会违背世界 造成恐慌 但问题这个比较 根本不合理 因为未必会造成世界恐慌 就算真是造成世界恐慌也好 都不是决定保密与否的标准 就正如美国政府监控人民 说完出来 照样会有社会大力 是不是不应该说 工厂制造黑心食品 市民听完之后会恐慌 又是不是不应该说出来 可见恐慌 从来都不应该是一件事 保密与否的标准 其次的是你的恐慌 极其量都是短暂性 恐慌之后 人仍然会理性思考 如何面对现实 正如面对外敌 初头必然会恐慌 但冷静过后 照样会理性思考 应该要奋力反抗 还是投降 所以有方今天 是不是为了一个短暂 而且未必会出现的恐慌 就放弃长远而言 大众的自由和选择权呢 所以到最后 有方主便一副 很不负责地说 一旦告知天下 背后的操控者 可能会 趕进杀绝 关闭系统 但若然这个操控者 真的好像有方说到 那么想趕进杀绝的话 其实由变体一开始 我知道这个是虚拟世界 漏洞已经出现 都可能已经触动了操控者的神经 无论我说不说出去 操控者都终有一天 会趕进杀绝 关闭这个虚拟世界 所以毁灭世界的危机 一直都存在 关键不在于 会不会趕进杀绝 人们面对趕进杀绝的危机 我们要怎么面对 我方选择的是 珍惜一丝希望 反抗 但我方选择的是 放弃谁来得更加好呢 多谢各位 答方第二负便发言时间为3分06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月方第二负便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果准备好请说可以 是 听不听到 请问 主席听得清楚 不过可以再大声点 现在会不会好点 现在会好点 好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所有的利处 其实都是建基于一个假设 就是假设那些人会相信 假设你已经有实质的证据 但前场已经问过你了 见题中就是说你今天知道 没有说过你有实质证据 有方说你有吗 不如你拿出来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你的证据究竟是什么 你没有证据的词题底下 究竟那些人怎么会相信 所以今天有方就是在此变 反正有方把最后的机会解释清楚 所以第二说到 有方今天十分相矛盾 首先主席跟我们说 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 其实是不相上下 但刚才台上的博物已经问过你了 那些不满意生活现状的人 去到一个不相上下的真实世界 他就从来都会不满意自己的生活 所以不明白 因为他可能不满意自己的命运 第二就是那些第三世界的人 有方凭什么 可以觉得他们有力量去反抗 有方也没有解释过 所以第三 有方说到可以责任 有知识 聪明的人一起去反抗 但是有方所说的那些人 正正就是有机会安于现状的人 所以有方是你今天要解释给我 那些人为什么会选择去反抗 第四 有方主要说到 也承认是会有人去操纵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自言自生 但有方一部又说 显然是有些矛盾 所以有方一部也承认有人会恐慌 承认了有方的弊处 所以有方又指责有方自相矛盾 但不明白 台上发问的时候已经回答你了 正正就是有些人相信的话 他们就会造成恐慌 有些人不相信的话 他们就会当你是义女 所以这个是两难局面 是有方你要解释给我听 为什么不会发生 而不是来指责有方自相矛盾 所以说不定 所以现在不可用三个笔 来总结有方 第一个就是不负担任 今天有方说到 有人权有选择平等的东西 去到刘晓波等的例子 给我们来说 但其实刘晓波也是愿意说的 有方所说的所有思想家 其实我方都认为他没有责任要说的 所以不如有方你告诉我 他们究竟有什么责任 一定要为这个世界 一定要说些东西出来 所以我们不是一出世就一定要对人好 不是个个都要做撒马尼一样 所以今天有方正正就是 将责任强加于在人身上 要他们承受一些不用承受的东西 所以一部问过你 可以移成有什么公共性 所以有方自己也没有回应过 也答不出任何东西 所以公共性说不出 今天有方就不能再站在道德高地 道德在说的人 逼他们去公布天下 不是给他们的选择 所以今天有方说到 有方的方案很有趣 说到就是为了反抗 但手段就是公布天下 把所有人知道 让消息可以广泛传播 让不想你逃脱的做物主 知道你在做反 他就可以採取手段 去产生人类 所以有方利用抗争 为什么不是选择私自行动 而是选择盲目的正立问题 但是选择去公布天下 这个是有方需要解释 所以到最后 不妨来看看隐瞒 是否必然去挂私 小美丽的方言 有方是否否否定上的价值 多谢各位 月方第二副变发现时间为3分08秒 補超市 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法论环节 先由隔方台下派出一位辩元 向月方台上辩元提问 隔方无权指定回答者 而月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辩元回应 台下法问时间1分钟 台上准备1分钟 再回答1分钟 时间结束前15秒会有一丁提示 只有月方台下派出一位辩元 向隔方台上辩元提问 发现时间同相 相反各有两次台下法问机会 而两条台下法问可以由同一辩元提出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台下法问环节 现在开始 请隔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第一条台下法问 主席 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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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出来没有人相信 说完之后也来杀身之祸 其实这个情况 历史上所有的吹哨者都会面对 斯洛登涉问 美国有奸户人 美国当时很多人都不信他 美国政府甚至追捕他 而有方今天正正就是反对所有对抗疫情的吹哨者 如果怕没人相信 怕被人追捕 就所有东西都绝口不提 这种态度 有没有可能对抗世上任何一个的权 是不是历史上所有的吹哨者通通都做错呢 谢谢各位 现在转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月方派出一位辩元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果准备好 请港可二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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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识听得清楚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多谢有方洛的提问 今天斯洛登是他自愿去公布这个计划出来的 但我们今天看到变题讲的 你应 你这个字是可以代表平凡的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你 所以今天要论证的是 今天为什么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公布这个消息 所以今天有方洛登是后续辩题 就是进行一场谷博 认为说出这个消息 那些人就会有利处出现 那些人就会有一齐去反抗 但我们看到的是 有方都承认了 今天有操控者在操控这个世界 当我们这个操控者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要去反抗的时候 他自然会把我们全部杀光 明白方洛登是为什么他觉得 对于这些人都依然是利处 因为他们连命都没有的时候 为什么去到真实世界 就可以有更加不一样的生活 去改善自己的命运 多谢大家 现在请月方派出一位便员作第一条台下发问 请开启镜头 示范 示范 主席听得清楚 如果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定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全场的纳论都建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上 就是不以为辩题之中的你已经掌握了有力的证据 但错 辩题从来都只是说你知道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但从来没说过你有证据 所以既然有方觉得你有证据 那不如在现在你就当我是一个路人 用尽力一分钟的时间 去说服我这个路人相信你的世界 可以赢回各位 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谢谢大家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隔方派出一位辯員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如果準備好請講可以 師妹,師妹,想問看得清楚嗎?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有方問我方若然沒有掌握真實證據 如何去吸引人一起反抗,從而達到反抗成功 但我方基於一個錯誤前線,就是我方沒有真實證據 但若然我方找不到真實證據的時候 在變題當中的我怎麼會發現這個世界就是虛擬世界呢? 我一旦發現這個世界是虛擬世界 就證明我必定發現程式當中可能有些漏洞 可能有些證據,可能程式上有些編碼的錯誤 已經足以證明我有真實證據 其次的是,若然不能夠確保成效反抗的話 就不應該說出來的話 歷史上沒有一個革命應該做 孫中山生害革命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能不能夠推翻帝制 不應該做 韓國光州革命的時候 都不知道能不能夠推翻軍政府 所以就不應該推翻一個軍政府 所以有方的主張就是這麼消極 根本不合理 我方肯去反抗 起碼反抗成功的機會率就必然大於零 是不是總好過有方放棄 什麼都不做 反抗成功機會率是零更好呢? 發言時間直出,請停止發言 現在請隔方派出一位便 原作第二條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韋兒 聽 各位大家好 有方說說完出來之後 有人會信 有人會不信 我方明白 不信的人繼續留在虛擬世界 信的人跟我走一起反抗 於是有方說正下來 只是覺得哪是你 沒有責任為他人付出 但是有沒有責任 從來都不是我們的重點 重要的是 我們說出來之後 對全人類的結果是好了 還是差了 有方就是覺得 因為我們未能確認 是否可以成功抗爭 所以就不應該抗爭 但是如果不肯定成功抗爭 就不可以抗爭的話 孫中山灰傷害革命之前 都不肯定能否成功 是否都不應該做 來到光州革命之前 都不肯定是否成功 是否都不應該抗爭呢 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準備時間 成功快樂 都不應該做 為了 增長 一段時間 進入一段時間 每天都不應該去 成功 在這座 後 都不應該去 太遠了 准备时间结束,请月方派出一位辩元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 主席听清楚,不过都可以大声点 会不会好点? 会 好,可以 各位大家好,首先多谢友方的反派 今天友方就说到,跟我们说责任其实不重要 要为人带来更好的结果,他们就应该说 但首先,有方不要胡乱针过去 有方跟我们说,那些信的人就会跟着他们反抗 但前场已经问过你很多次了 为什么那些人会信你说,不论证过 为什么那些人会选择反抗,不论证过 所以刚才一副二副的时候,已经问过你 那些人安于现状的话,只会跟你走 有方基于一个错误的前切 既然这个世界是不相上下的话 那为什么那些人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这个是有方自己从来都做证过的东西 甚至有方讲的心中山,都不可以类比 因为你今天说的是,你去对付一个超自然的力量 说的是,可能他会有很多不同的能力 一起去整死,整死了全人类的人 这个有方是不负责任 所以今天你可以回答右方,为什么你会没有证据 因为你今天可以看到,但你根本没有证据 可以再去从其他人证实到 谢谢各位 现在有请月方拍出一位电源 作第二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示范,示范,请问听得清楚 表直听得清楚 可以 定 上个位,大家好 有方常常质疑我方矛盾 但有方是用一个非黑色白的思维去想 要是所有人信 要是所有人不信 是明显不合理的 而有方的第二个论点就是要搭合力量去对抗 天故物论是否真的有能力和操纵者抗衡 更深的是有方自己都会说 虚言世界可能是战亂,可能是饥荒 要怎么去对抗呢 有方无论证过的 所以有方去到二股就不停地问 黑心食品要不要说 美国监控要不要说 但是有方今天胡乱类比 黑心食品会死 美国监控侵犯私隱 但是世界是不是虚言都不会死 人都可以如常生活 所以想问一下有方 这个消息有什么凌鸣性的原因 要我去面对死都要说 现在进入一分钟掌备的时间 接下来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隔方派出一位辩元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有请讲可以 请问听不听到?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有方和我们说,是不是面对死我们都会说出真相 有方和我们又说我们说的黑身食品 美国监控不可以做女鼻,因为会有反效果 但其实在虚拟世界底下,我们正正没有了自由 这个同样都是一个反效果 所以有方的类比是可以类比的 之后有方同学又说,操控者会赶紧杀绝一些知情的人 但其实当初我知道世界是虚拟的 这点我们已经有这个漏洞出现 操控者已经可以直指赶紧杀绝 所以有方选择的是反抗机会等于零 还是大于零? 谢谢各位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进入结辨环节 双方结辨有1分钟时间准备 现在开始 开始 因此 放过来 我应该被一切 最少的 尔方 准备时间结束 先由月方结变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过可以 准备好,真相过往是残酷的 古希腊哲学家卡拉圖曾提出过动月理论 当一群被触摸在动月的囚图 他们只能看到动月外投射给他们的影子 自然将唯一看到的东西就当成真实 而当中有个囚图有幸逃离动月 长期生活于动月,令他无法直视光线 但他习惯真实世界 假设回到动月告诉其他人知道 反而因为其他人只是愿意相信 眼前的事物,杀死了那个人 有方有勇气公布事实 我方固然欣赏 但不代表今天没有勇气公布的人 就永远都是逃兵 从来又有多少人愿意面对 直视真相,直视太阳的痛苦呢? 所以说到尾,有方只是众观全场 有方只是人权,凌鸡于健壮 说到有人现在命运很惨 有办法扭转命案 所以他们就自然会去对抗 但有方的前提同样在于 人们愿意相信你的论书 但调题之后,假设世界是虚拟 不等于今天你知道为何是虚拟 乃至有真实证据去证明为何是虚拟 所以在台下问你的时候 你同样都担心在现况下 世界是虚拟可以如何被证实? 而甚至就算那些人真的相信也好 好像有方所说 第三世界的人经历战乱又十分之重 他们又为何有能力去对抗呢? 而有方的假设之下 今日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其实不相上下 所以其实他们为何又会有诱因 去逗留一个离自己命运不相上下的地方 有方全材没有交流过 甚至有方不断飞黑即白 认为我方今天只能一部分全部人相信 全部人不相信 未必不合理 而说到尾 有方只是要求我方必须为公众利益所牺牲 但二十二世纪的实验网络里面主角都做不到 他都曾减过后悔徒利 宁愿假平凡接受幻想的南略业 不仅是有丰富在正一个虚拟世界 以为人人都好像见影和华任的主角 自我感觉良好 一厢情愿 以为人人都有能力和混乱成为救世主 或者你口中的刘晓波斯乐丹 但其实人都会不过只想做一个属于自己故事的勇者 有方不要再情绪达出他们 要求他们必须要牺牲自己 放弃自己的家庭朋友 而有方全场更高举真相自由的其次 令人可以责任不同的力量 但就如我方二父所说 今天有方你口中所说 人全场的人 他们正正可能安于现状 而愿意再去反抗 又有什么诱因令他们可以去反抗 有方是操重的 而有方又另一个词词 最有的人操重这个区域世界 但有方亦都没有交流过 在有人操重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简ername逗离这班操重 操重的成功 逗离成功率又有多少呢 有方全场无数字去论阵 有方只不断掃出一些成功的例子 那边宁静的话 流小波等等的人 十分点成功 但如果有更加多失败 或隐患在历史红流的例子 有方根本就见不到 而真相是為何需要被切掉 同樣就是在於需要被隻手之軒才會有被切掉的可能 但從而世界是真相這件事 即是人先入為主的觀念 從來我方都沒有責任去切掉這件事 而在本來的世界之下 人本來可以生存、幸福、追尋自己的理想 可以忍辱不同於生命的可能性 但所以今天即使世界的虛擾都好 其實都未必一定有大問題 不然有方今天無奈無奈打破了這個南無一夢 如果被罪名主追殺 我不確定之後 有方又要怎樣賠償這班人呢 而今天就算上反抗 用回你口中宣忠生的例子 他推翻清朝都不會公布天下 是私下達一萬有志之事 即是我們達到有空力處 從來不需要公布天下 不然是私下達別 更有能力找到有能力的人 而在一個位置 今天隱瞞身相 又是不是真的這麼不可接受呢 今天家人不關卓精 你又會不會跟他說 甚至不要那麼誇張 丁丁 你又會不會恨心擦穿它呢 所以這件事明顯違反人的直播 恐怖的事情 最於不是說謊的 今天由甲方忽略人的情感同未知 多謝各位 我可以 粵方忽略發言時間為4分12秒 沒有消息 無需扣分 最後由甲方忽略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 請解除靜音 並且說可以 請解除靜音 主席 評判 還有各位 大家好 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虛擬的 應不應該公告天下 其實就是選擇題 只不過是關乎全人類未來的選擇題 如果選擇了原公告 世界會是怎樣呢 有方說至少維持到現有美好的生活 但就算生活多美好 維持的只不過是一個劇本裡面的情節 今天吃些什麼劇本一早寫好了 讀哪家學校考試多少分劇本一早決定了 什麼時候生孩子 什麼時候結婚 甚至你什麼時候死 劇本一早都編排了 你選了不公告 就只會眼白白看著全人類 一世混在這個劇本當中 我們牢碌一生 都會淪為編劇 也就是操控者隨意擺佈的玩具 失去了生意為人的尊嚴 相反 如果選了公告天下 世界會是怎樣呢 其實有方今天對變題的前設有錯誤的理解 假定了公告天下 都沒有證據 所以沒有人相信 會當意淚 但之所以我知道世界是虛弱 正正是因為我有證據 我才會相信這件事 有方義父的邏輯就說 所以思想家不應該提出一些思想 因為攀生怕死 所以有方是否覺得 這個社會沒有新突破 沒有新發現都是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回去石器時代呢 有方結辯跟我們說 為何我們不讓一些安於現狀的人 為何我們要告知一些 這個真相給一些安於現狀的人 但在有方立場之下 安於現狀的人 仍然可以選擇留下 但是 想問有方 為何有方要反對 不讓一些人去進行反抗呢 所以有方最後的顧慮 得到成效 他認定操控者的權力無限大 可以趕盡殺絕 雖然怎樣都沒有用 但正如我方所說 既然變成世界 你知道世界是虛弱 就代表世界存在漏洞 創造者並非存在 所以今天有方最大的問題 就是抱著要肯定結果 才可以執行的心態 但從來都沒有一個革命 是因為肯定會成功 先去抗爭 正如14年的太陽花學運 財灣人從來沒有想過 可以反抗貿易協議 波蘭反抗爭之前 波蘭人都從來沒有想過 可以打倒共產黨 如果要肯定成效才去做 世界上根本不會有任何抗爭 而我方要公告天下 先進行抗爭 是因為我們要有動力去解決問題 先要認清問題 正如我考完試 我不知道我的成績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差 不會有動力去改變 打完比賽 我不知道評語 我也不會知道自己有什麼動力去改變 真相的意義 就是要讓人知道 身處的世界有問題 令你和我也有動力去改變 而有方不說出來 改變機會只得零 但有方說出來 改變機會大於零 有方唯一害怕的 是會說出來世界大亂 會影響到社會安寧 雖然不應該說出來 我方負面都質疑 虛擬世界有虛擬世界的律法 為何世界必然會大亂呢 這點又方答不出 好了 即使我方退一步來說 世界真是大亂 為了公眾的自由 為了大眾的知情權 我們都有責任說出真相 更何況 人類會恐慌 正正代表我們知道 身處的是虛擬世界 受他人擺墓 是多麼恐怖的事 所以恐慌過後 我們會靜下心靈 思考應對方法 對抗真實世界 所以我方先這麼堅決 要公告天下 多謝各位 甲方傑變發言時間為3分56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比賽告一段落 現在將會留一些時間 給評判整理分數 亦提提評判 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 三位表現較佳的辯員 在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餘下一位得10分 秋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评判的分数都整理得七七八八的话 我们邀请评判对错双方的表现给一些评语 首先有请协欣中学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何冠林老师 大家好 请问听清楚吗? 好 我先立身 其实也不是立身的 先指手 这条辩题很多老师或者教练都觉得很销路 其实这条辩题是我推出的 严格上不是我推出的 是我们参考了华语辩议 我觉得是一条我很喜欢的辩题 先说这条跟比赛没关系的事情 为什么我喜欢出这条辩题呢? 是因为我觉得香港是很少同学去做一些哲学性的讨论 大家都很习惯用一些很现实的角度去思考 为什么我会出这条辩题呢? 先说今天大家有时候定义或者打法有点像 其实我觉得这些辩题是一些劳动题 好像想象题 我早前去过一间小学 跟小学生讲一些类似的题目 讲一个概念 假如你有100万 你知道这个小学生第一时间问我的是什么? 他刚才问我 何老师 说100万是美金、日圆还是港币呢? 你可不可以跟我说 他会觉得影响世界很不同 当然了 这是一个很辩论员的思维 辩论员第一时间搞清楚 但是你会不会发觉这样去处理一些变形 如果你是一个老师的角度 就觉得 其实我也是想你放松一下去想想 如果你只是100万而已 例如我记得 又问的是 假如你遇到灯神给三个愿望 你会去什么? 我记得一个同学就说 我想世界和平 另外就说 有没有可能 一个灯神也没有能力令到世界和平 类似这样的讨论 所以我自己觉得 其实有时候老动提大家 又不是说不认真 而是我觉得今天很有趣 雙方都用了很 有时候 用了一些很政策变的角度 很想定义每一个细节 一定要由基于这些细节才可以做判决 其实我又觉得是否一定呢? 我举一些例子 先说再开头 今天正方呢? 在四个前撤里面 其中一件事 是好像 就是 我觉得正方今天将这条变体 变成了一条革命变体 就是你假设世界一定有一个操控者 或者是一定要有一个暗地里的幕后黑手叢 而我一定要革命去挑战它 我觉得这个想法不行 但可能你看科幻小说有时候看得少一点 因为虚拟世界的可能性真的无限 为什么一定会有一个操控者 可能是世界其实已经灭亡了 我们是人类最后的存在 可能是一个虚拟世界 可能没有了现实世界的 其实根本 但是我觉得今天正方用了一种假定 当然了 反方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很如有雷同地有默契 都会陪正方说 不是的 其实知道了 可能有个造物主在背后会揽炒 消灭我们 我纯粹这么说 就是正方这个前撤 是不是必然一定需要存在呢? 我觉得其实也未必一定的 在逻辑上 至于反方今天也花了一些功夫 在中间去打一些 例如 实现性的问题 例如你有没有证据? 你的证据是否足以取信于世界? 我觉得对于这条辩题 这些不是不能打 但你会感觉到我个人会觉得比较支持 因为我觉得反方这条辩题 其实很核心的价值 或者真的想大家讨论 我觉得有关键是在于应 应是一种价值名题 就是说 举个例子 即使我没有证据 我证据不足 我应不应该告诉你 有时候 如果那件事情很重要的话 这件事情可能是一种价值 取向多于一种 是不是真的会实现地由于我证据不足 我就不讲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思考 好了,回到这条辩题 我讲远了 但是我觉得这些价值 其实就是一开始 大家界定问题上 已经令到有时候 会影响比赛走向 简单而言 我也用回我一贯比赛的风格 我会先交代我的判准 我给哪边赢 然后再解释给你们 在这场比赛中 我是选择了正方 但是不是正方说服得我很好 我会一会解释 正方如果我用一句话去终结 就是 他的立场是比较 受到挑战较少 即使我觉得可能有不可信的地方 但是正方有些内容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受到挑战 所以到最后仍然存在了 而反方我觉得今天是比较零碎 甚至好像今天出现这么说 正方有时候会用矛盾去打反方 我觉得反方很多点 但是可能有很多说法 彼此之间不能够观念 那么大致上可以将这条面题 分成两个战场 其实大家说 我觉得综合两个战场就是 究竟这件事由个人层面去看 还是由所谓社会层面的利益去看 先在个人层面 其实正方主辩并没有很强调个人 但我反而觉得正方对于个人这个战场 更加是在他后面的延伸所出来 那怎么说呢? 因为很简单 我由反方开始讲起 反方今天的个人层面就是 因为今天反方很多时候 取这个态度都是uncertain 反方的角度里面 他会觉得做这件事有可能 有不同的风险 尤其是主变的时候 他会倾向悲观 例如他会觉得 在个人层面方面 风险可能看远于 如果你没有人相信 那就会造成一些精神病 如果有人相信 或者你本身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 这个风险 如果被造物主知道 可能你会有杀身之和 这是对于个人层面的影响 其实更加完整的说法 我觉得后面他有所补充 但我可惜反方不是一开始就选择这个说法去做 反方也是用了一种uncertain 其实反方的价值观 真真正正正想说那一套 我觉得他的取态是什么? 他会觉得 由个人层面 其实人 好像反方后面所说 在他心目中觉得 个人层面 人不只是普通人 人不必然会存在一种道德的责任 或者道义责任去告诉这个世界 所以他由个人层面出发 他觉得如果个人决定的话 我可以说或者可以不说 当然如果这件事情 好像对我来说这么不好 我就不说 其实反方去到结变 甚至会说 我追求安稳的世界 我说完你也未必相信 不如不要说 反方比较倾向 坦白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 政方的回应很简单 政方是用完全对立的 政方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很道德高地的 政方的价值观就是 哇!有方同学你这样叫自私 就是他觉得 你这种态度很不对 因为他说抱着你这种心态 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改进了 就不会有例如 他举了很多例子 由李旺洋开始 去到斯洛登 去到皇后的孙中山 政方其实也很连贯地 去延伸他的那种说法 就是说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 我们明白到世界 我们就有责任与道义 坦白说我觉得在这方面 反方那道说法 我觉得不是不可以接受 我个人其实对于价值观这件事情 并没有很大的 bias 但如果我觉得政方那道说法 为什么我觉得可信一些 在个人层面 第一 我觉得政方是举了不同的例子 而且是由始至终都很贯穿 他的这种 很大意乱言的精神 但是反方这道说法 一开始最早就只是好像害怕 或者是一种 uncertain 可能会不会被视为精神 或者被消灭 但是反方去到后期 其实要去到差不多结辩 才再说 其实人都没所谓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说 我觉得这个说法 是有少少相对的情况下的讯息 以及说服力比较低 但是我又觉得反方 其实是今天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反方今天处理这条面 是比较尴尬的位置 我用尴尬去形容 就是有时你想形容一种状况 叫做 假设信的话 不就有一些这样的问题 例如我们会面临追杀 我们会面临一些问题 有时你又想 好像凝造一个 好像两难局面 不信又有这些问题 不过其实我觉得政方今天挑战 这个两难是有挑战的 不过没有踩到尽 政方今天捉到了未有脱角 你只是指出了有这个矛盾 但是走多一步 其实我觉得可以指出多一点 就是 今天反方其实隐含了第三种选项 这种选项叫什么呢? 第一种选项叫做些人不信 第二种选项叫做些人 信了之后有坏处 第三种选项叫做些人信了之后有好处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一方面 政方没有正面去逼反方 拿这个东西去和你们比较 那些如果又信又愿意改变的人 那这种状态到底是我支持还是不支持呢? 所以我个人觉得 反方今天在个人层面方面 是没有政方说得这么面困 我觉得如果用反方 如果可以大胆一点的话 其实你可以硬 因为今天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去追求衰疑世界 其实你都可以吃光所有价值 为什么他说的那些伟大的情操 一定要在我追尋这个世界的真相去体现呢? 很简单 反方今天我觉得在个人尋起都可以问一下政方 政方今天举了很多例子 包括李旺洋孙中山施乐登 那这些人活在虚拟世界还是活在他所谓的现实世界? 其实他说这些伟人也是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所以反方可以大胆跟政方说的就是 如果我要追尋个人价值 为什么不可以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尋找真 或者为什么不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尋找最伟大的人性呢? 我觉得如果反方有一些类似的立场 可能会比起今天 我觉得比较尴尬地去说 其实人没什么所谓 我们其实都可以自由选择 相对下我觉得政方的那套说法 在个人层面上 会比较好像符合大家的意愿多些 或者听下去的感觉正面点 所以我觉得在个人层面 我会略略地判了给政方 对于社会层面而言 我觉得社会层面而言的理由就是 政方一开始主编讲了一个论点 我觉得可惜只是在主编和一副触碰过 他举了康德 他说他最大的体现的利处对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 就是个人能够成为自己的一种主导 他举了两个情况 一种就是满意的人 他会很满意自己生活 对他来说不变 不满意的人他可以反抗 所以他觉得这件事情能够体现到人成为自己的主人 确保自己的选择自由 但很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本身听下去 我觉得很多疑问 对于这个想法 第一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为什么归因在虚拟世界呢? 其实虚拟世界也好 无论任何事情发生 都必然会有不同人的选项 即使现在的世界是虚拟的话 有些人都可以选择去尋找更美好的生活 有些人都可能去尋找不美好的生活 这种人类的选项 不归因于我知不知世界是虚拟的 今天政方经常说 我要知道世界是虚拟才可以决定的 政方的利处是取决于有人可以选择自己想选拟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政方今天说不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 是要建基于知道世界虚拟才可以得到这个利处呢? 很可惜今天反方我觉得是没有 完全基本上是没有挑战过政方提出的这个论点 又或者对于政方所谓反抗这个世界的黑手 反方用了很多质面的描述尝试去挑战它 例如是否真的会反抗它会不会被人揽炒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好处 或者是否人类反抗对我来说带来什么利益呢? 我觉得反方其实并没有很明确地去挑战的 举个例子反方截然有触碰过一点 好像用22世纪的闪网络 今天大家都很喜欢用这部电影的例子 很简单 很白地问政方 是不是个个人都需要反抗? 反抗是否有利益? 我当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经常觉得主角被人找笨 因为当他吃了一粒蓝色药 若然醒来那一刻 如果我看到世界是一个烂的世界的时候 我相信他那一刻很想快点回去睡觉 但是这些反抗带来的利处 是不是真的好像政方说得那么理所当然 我觉得反方在这方面挑战很少 相反 反方今天在社会的利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恐慌 你会举了玛雅的例子 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主片碰了玛雅 其实往后的战场不要再延伸 所以我觉得今天 政方的第二副片出道 很快地尝试跟你说 这些会不会是短期的? 这些恐慌会不会是我们可承受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往后会不会消失? 可惜我觉得在这个论点上 反方没有再延伸 所以我会略略觉得 马雅这些恐慌可能不会是真的这么大问题 第二个论点在于 揽炒理论 反方无论在个人层面 还是社会层面 我提过 可能会有一个造物者 知道这件事情 从而会引申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也是反方 政方比较直接地回应了 他会觉得 揽不揽炒 就算你知道那一刻你不说 其实都可能会引发这个问题 到时我们怎么面对呢? 而且政方也有一种积极价值观 我们的问题就在于 就算我们知道了 那又怎样 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去对抗呢? 我觉得反方到这里 后续上 就没什么真实现 所以这些其实才是你的论点 所以我给一点点建议 或者我最后的回合就是 有时辩论场上 大家很喜欢很多点打的当真 就好像今天有说过智商矛盾 或者反方很多时候都说 应不应该 实质上有没有证据 但是我觉得辩论还原基本步 我自己去判一场比赛 很关键在于就是 正方你自己提出了那些论点 去到结辩的时候 你的论点受到什么挑战 有没有真的残存 而反方你自己有多少是 你真的提出你去支撑辩提的论点 而这些论点到最后 你又没有防守到 又没有成功地回应到 反而如果有时 可能我临场去打一些 你们觉得很有利的东西 但是那些有利的东西 未必真的跟你自己去论证辩提 或者去说法有关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可惜 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 反方有很多点 有很多质疑 但这些质疑未必能够 可以用一套比较完整的价值观 去贯穿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是很大胆地去打 我就是觉得这件事的反效果会很大 而反效果不应没有这个风险去贯穿全场 还是你会觉得 我们觉得利处很小 其实基于维持现状 即使不去追寻 其实都已经可以 带来很大的利益 而你有风险 哪一条才是你觉得可以贯穿 彻底的进路呢? 会比较更好 同样 今天政方我觉得 在临场很多时候 我觉得今天赢 输在于你回应反方的论点比较具体 但对于你自己本身的 你所谓 为什么人选择自己的主人 就等同于是好 又或者是你的对抗 为什么今天反方 你所当然觉得 我对抗挑战强权 必然带来利益 这一件事 我觉得其实今天政方 如果在面对反方更多挑战的情况下 如何去完善呢? 可能会对于这场比赛里面 推展或者可以挖掘更多更深的讨论 我觉得可能会有更有效的 我对于场上今天的胜负的呈现 大致上我的交代就是这样 如果个别变缘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 之后也可以欢迎跟我联络 谢谢 谢谢评判的意见 不好意思 想问一下 有一个帳户叫子杰 他现在在等待室 想问是不是甲方或者粤方的教练 或者之类的? 应该是月光的教练 应该是月光的教练 那我就批他进来 接下来有请宣渡会陈瑞之紀念中学辩论队教练 可能会有很多东西 我首先说了我评分上 和平时的变题 我的处理方法就有点不同 这个我没有办法 因为平时我就不会说 如何去找一些变题 相关的资料 各方面的事情 那我坐下 我当以一个白痴 你告诉我 我就相信 主要你没有博 我就给对面过 但是 可能今天的讨论 我本身的认识 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也可能会有 多些比较个人的看法 或者可能会比较容易捉到大家的问题 我会这么说 我想有几件事 就是刚才Will Sir也有提到 其实这个变题 我想和一般的 变题的处理方法会有点不同 很简单就是 你们比较哲学性的处理 就是你们要找到一些前切 讲得简单一些 我们叫做不能够动摇的东西 然后你所有东西就见机于 这个不能够动摇的东西 我想你们今天 其中一个胜负的关键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你们那些不能够动摇的前切 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理所当然 双方其实都有一些 我觉得是 未必能够一扔出来 就说服到人的一些前切 但是偏偏这些东西就是 就是刚才Will Sir也有说 就是你们变题里很重要的部分 例如双方 其实刚才Will Sir也有说到 就是你们都预设了 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是一定有一个主宰 在操控着每一件事 但是最极端的情况 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呢 很简单就是 例如我弄了一个 我们叫做生态球 就是在里面满足了那些 生态上的需要 有些蝦 草 它可以在里面 一路永远的生活 一百年之后我死了 就是我作为一个创造者 创造这个生态球 我死了 但是生态球可以继续走下去 所以我们 不是说今时今刻 可能创造这个虚拟世界的时候 是有一个主宰的 但是 是不是这样 我们就必然要接受 在今时今刻 正在走的虚拟世界里面 都一定有一个主宰呢 这个似乎不是理所当然的 是的 第二件事 就是其实正方提到一件事 就是我知道 这个是虚拟世界 就等于我是有证据的 这个说法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被挑战的 我知道一件事 和我能够向大家展现这件事为真 是两件事 是不是 我知道 不等于我一定是能够提供到充分的理据 他去证明这件事是对的 是的 我知道可以是有很多可能 例如我可能是透过思考 或者可能透过我自己看到 或者很简单 一些个人感受 你未必是能够提供证据 而你一提供这个证据 所有人都会相信 这个也不是一个 不能够动摇的前切 很简单 这两年你也可以看到 甚至乎很多事情 你亲眼看到 是有证有据的 但是不等于最后 是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 所以这里其实是有讨论空间的 我觉得 是的 那么 有一件事 就是 你们说到 我觉得这个位置也是 我觉得有点奇怪 而反方也没有很着力去回应 或者挑战的 就是 你认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是假的 OK 然后我就可以选择了 我是继续留下这个世界 我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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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么理所当然 很简单 你如果 假设 你还要有证据 你来告诉我 原来你老婆是外星人 然后我听到 原来我老婆是外星人 原来她是绿色的 原来她 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听到之后 我是不是还可以 回到以前的状态 我对着我老婆的时候 虽然我知道你是外星人 但是我可以选择 不要紧的 我们继续做夫妻 然后我是当没事 和我未知这个消息 之前 我对待我太太可以是否一样 我个人认为 这件事也不是这么不能挑战 就是 不是你们说得很理所当然 我会这么说 是吧 我知道了之后 原来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我吃过牛排是假的 什么都是假的 我是不是真的可以 当没事的生活呢 正方我觉得 有这几件事 你们可以去想一想 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而反方其实也是一样 我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你要这么执着于 是不是第一个 我听过你们很多解释 而我不是很明白 这个执着 是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言 还是怎样的 这件事到底对于你们 那个辩论的推展 到底有什么帮助 就是这么关键 但是你这个前撤 首先我已经可以提出的疑问了 就是你第一个人发现 不等于大家 那个时代会接受这件事 到第二第三或者第十个人 然后因应这个时代 大家才接受 不等于第二第三个人提出 就不会有实质的利处 是不是 你三千年前 第一个提出民主的人 可能大家都觉得他瘋了 是不是 但是到今时今日 可能几百年前 再有人提出 就不同了 这个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要花时间去精识 而第二个 我觉得问题是更大的 就是 就是你们预设了人生 是不需要为其他人负责的 我们是没有这个 道德的需要 我个人认为 这件事可以有讨论空间 但是至少和我们一般的理解 我觉得有点出入 我们的行为是不需要为其他人负责 我们是不需要考虑其他人的 你们用的字眼 甚至乎几近 这个似乎跟我们一般所处 你的理解在社会上 是连丝毫的道德需要都没有 那我又觉得 是不是需要这样去说呢 我个人认为你们的取向不一定要这样 但是你这样说出来 你就有责任去解释了 但是你们主便提出了 就是这句说话 我原句差不下来 人生是不需要为其他人负责任 而你后面是没有作任何解释 你就似乎自知为理所当然了 就是所有人一听就饿去 当然了 我管你死了 我们人就是为利益生存 似乎不是一样不可动摇的东西 但是你们就要求评判 照单全收 很坦白说 我会告诉你这个点我就扭不下 在你没有解释的情况之下 是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首先你要做到后面的事情 你那个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事情 你要搞清楚 而你们双方都是有一些 我不认为是这么无可质疑的 方式在这里 是的 那么 然后推展下去 就是 你反方其实好几个位去尝试挑战正方 其实我的感受跟刚才的评判说的有点似的 你们会有些位置 我觉得有些触错用神 如果很简单 反方你咬着一个字眼 就是说世界是不相上下的 所以其实也不会 没有什么改变 改变也没有作用 但是正方所说的不相上下 应该是因应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有个疑 疑就是有无疑的 无疑就是模仿 模仿一个真实的世界的运作 所以他说的只是在这个物理上面 或者这个物质世界上面 那个规律上面是不相上下 但是可能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处境 是吧 最简单 原来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 我是女人来的 可能我人生决定很多东西就不同了 哪怕物质世界是一样的 我走的东西可能完全不同了 那为什么在这里我不能重新建构 一个属于我个人的价值 或者我个人的选择 是吧 或者可能我是一个 真实的世界里面 我是一个黑人奴隶 可能我的人生走向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也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东西 然后你们又说到一副 又丢了一件事出来 就是说这个讨论是没有公共性的 你们就是怎么说呢 你说没有公共性的意志 这是一个科学讨论 我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 我第二天起床我也是继续上班上学的 我知道我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那我们今晚早点睡 我起床我早点改卷 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呢 是不是真的没有一个公共的价值 我又认为不是那么毋庸置疑的 但你们又是视之为理所 当然就丢出来了 我觉得今天是有很多这些情况 我会这样说 我会这样说 正方的取向我觉得是求真 就是很合理 其实反方我觉得你们的主线 能够出一些 但是我建议的一个取向就是 其实求真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呢 你们的主线 或者你们可以想一下这件事 我们会觉得我们人就是要求真 但是求真的意义是什么呢 你的主线就是基于这件事去质疑正方的 就是你假设了求真之后 我们能够过一个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求真才有意义 好了 但是如果按照这个变题的理路下去 假如真相 是所有人都不快乐 所有人都不能够得到幸福 那求真有没有意义呢 如果按照正方的说法 不是的 求真本身就能够令到我们幸福 无论真相是怎样 我们都会幸福 因为我们知道的真相 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不是的 因为我要追求更美好的才求真 那你就有一个什么呢 你就有一个效益主意在一边 如果是这样 就是说我是要追求更好的 我才会追求的 如果我发现不是的 如果是真相是丑恶的 对不起了 那我继续假下去了 明白吗 就是你要这样一步一步推下去 我觉得那个主线才会完整一些 那当然了 对于那个 是不是两难呢 那我就跟刚才的评判有点出入 那我看法 我就觉得 未必是一个矛盾 或者是一个两难 但是 那问题是 是不是需要两样东西都丢出来 那意义 或者对你们的攻击力 是不是真的有帮助 那政方其实也有尝试挑战 一方面又说制造恐慌 一方面又说其他人不信 那因为很简单 就是我们说D人 D人其实有很多团体 不一定是所有人信 或者所有人不信 我最简单举个例子 就是你们每间中学都一定听过 你这家学校原来以前是乱葬崗 那假设我提出这个说法 那可能有些女同学就信 那她就恐慌 就说我不敢去厕所 在小色走走走走 我都很害怕 那然后男同学不信 她就排擠你 也觉得这个人都疯了 那有没有可能 这两个社群同时 存在一个社会里面 是可以的 是吧 你在一个中学为例 那最后女同学又害怕了你 觉得这些制造恐慌 那然后男同学又排擠你 可以有这个情况 那我个人又不认为是一个很两难 那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 我觉得是去到台下发问 第二位同学 你们才比较清楚 把我刚才说的概念带出来 那就有点点厚了 因为别人一路咬着 而台上的变缘 我觉得就不是做到一个很具体的回应 那这里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 是的 那说完 第二题 反方的台下发问 第二题 对不起 反方的第二个策的类比 和你说不是非黑色白 我觉得第二条 反方的问题是精彩的 而正方的回应 我觉得也是很好 就是 你说什么没有弊 没有自由 就是一个弊 我觉得这个回应 是场上 比较精彩的对撻 反方第一条问题 我就不是这么败 坦白说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但我又免得代打 因为对方不是这么回应 但我亦都着了 扣了婚姻 你第一条问题 反方第一条问题 就是 你说你有证据 你给一分钟 你试试提出 你混淆了 混淆了 就是我们变题的处境 是在讨论你 能不能掌握到证据 就不等于台上的变缘掌握到这个证据 明白吗 不明白 我简单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现在讨论 假设你是拥有美国国防部核弹的密码 你知不应该公主于世 然后你现在的情况 你就是问政方 哦 你说你有证据 那你说密码的号码出来听 政方说 不是我们在讨论那个处境 如果我有 等于我真的要拿着密码 我才可以回答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有点触错用神 那你就浪费了这条的时间去攻击 反而是第二条 我觉得才是重点 可以回应到政方的问题 是的 那 死了 说了很多东西 大致上是这样 总之 我觉得都精彩 大家都尝试拿到很多不同的叠岳家的说法 那你问我最后就是 就是 反方我刚才的说法 如果我要怎么打呢 就是 正方扔出来的就是康德 我没有记错 应该就是何谓启蒙那篇文里面说的 What is enlightenment 里面他就说到 我们要做自己的主宰 而其实 我刚才的说法就是 在之后 另一个哲学家 尼彩是有做过这个回应的 尼彩就是说 我们追求真善美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他说真相必然是丑恶的 那如果真相是丑恶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追求真相呢 其实这个我觉得才是反方 你可以在这里着力多些 最后推介大家看一本小说 就是东野归吾的 一本叫做疑反X的献身 就是在讨论这个东西 如果真相是令所有人都不能够得到幸福 或者所有人都得到所有人都痛苦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追求真相呢 这个就是小小的意见 没有办法牵涉到哲学太多 谢谢 多谢评判的评语 最后有请天主教国德性中学 粤语辩论队教练陈奇康老师 嗨,大家好 我想问听得清不清楚 好,谢谢 我一样先交代了我的判决 再交代我的判准 也想回应一下刚才两位前辈的留言 因为我觉得十分精彩 当然了 重复的部分我只是不复述了 因为时间都用了颇长 首先我其实是给了粤方的 而我的判准会分三个部分去解释 第一个就是立论 第二个就是职场的回应反驳 第三个就是资料的运用 我先说立论 我自己个人觉得 双方的立论 都有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设置了一堆 对面提的前设 但这个前设和你们的论点 有少少迫快的地方 也就是绑手绑脚的 你会变成了 打到这样一刻 你必须放弃你的前设 或者再为你一开始 以为已经很清晰的前设 再去多番解释 其实是浪费一些时间 反正你有没有那堆前设 你的论点和回应都是这样的时候 我就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在主辩 花了颇多的功夫去交代 这个前设 当然了 为了可能令到评判更加容易理解 或者观众更加容易理解 我是明白这句做法的 但可能辩论场上 或者当三位都是一些辩论的 资深辩论员的时候 这个部分可能可以想想 能不能散却 反而是放更多资料 或者放更多推论 或者论证会更好一些 这是其一 不过我自己觉得 虽然是这样 我没有在两边去扣分 原因就是在于我个人来说 既同意甲方所说 人本身有一个求真的责任 但我亦都会同意月方所说 人没有需要为其他人生去负责 我自己本身的道德价值 可能比较低 所以比较开放 不是比较低 我觉得辩论场上 特别是今天夹月双方的时候 我觉得甲方可以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 所以我觉得在立论上 大家都没有一个绝对的对峙 或者高与低线 所以我回到判准上 为何判准了给月方赢呢 就纯粹是因为职场的反驳 和资料的运用 我先说少一点部分资料运用方面 其实这一点上 我觉得月方是输虚的 输虚的地方 就是她的确没有甲方 那么多和那么清晰的例子 去来比自己的那个价值观 今天甲方说了很多 就是说孙中山 说光州事件 说施洛登 但是对月方来说 就是很清晴点水地 只是交代了一个 瑪雅的末日预言 然后就基本上是没有的 不过 为什么我在这个部分上 没有大力去扣于月方的分数呢 就是因为月方在回应对方的资料上面 也是做得不错的 就是你尝试区分那些类比 是否用得适当 譬如是你说的黑心食品 你说的那些毒品工厂 那些是会令到你开疑世界里面的人 真的都会死的 但是如果今天说了开疑世界出来 没有的 因为月方的立场是觉得今天是科学上面的命题 跟公共性和我们日常生活是完全无关的 因为我讲完不讲 大家都是继续日常生活上班打辩论 所以就着这一类型的反驳 我是同意的 所以即使月方没有提出大量的类比 或者例子去证明 我都觉得是 不算可以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来的 那当然了 建议上面我会建议月方 那些末日的预言 其实可以多说一些 其实这个例子或者这些类型的例子 背后其实是想带出一个东西 就是当我们说出一个资讯 或者是一个真相 而结果不外乎是三样 就是刚才Vision都讲得很清楚 要么就完全不信 当你傻的 要么就信 然后会做出一些反常的行为 去扰乱社会秩序 或者令到自身有危险 可能会崩溃 另一方面就是信 然后就齐心合力去求真 那其实你是用例子 月方应该带出大量人类历史 不论这个是开疑世界 或者真实世界也好 过去其实发生过多少次 是有人说了一些未经确实的资讯出来 或者有人相信了某些东西成为真相之后 做出的疯狂行为 除了马亚预言之外 其实也有大量邪教 或者是很多虚拟的东西 说了出来之后 譬如今时今日也是 有些YouTuber说了 那就有人去做了 就有人会买的了 就有人会购买的了 就有人会购买的了 那其实月方应该说多些人类 其实不是那么理性的例子 来到去反驳正方所说的 即甲方说的那种 一说了就全天下人齐心协力的那个愿景 这样月方举的例子才会有效 这是纯粹建议 因为今天场上没有打 月方就没有得分 至于真正的判决 如何会购买了月方 就是在即时回应上 我自己觉得 甲方今天有一些位置太过执着 以至浪费了一些时间 令到我觉得甲方的聆听能力是比较弱的 例如是不断质疑对方的智商矛盾 因为人家其实已经解释得很清楚 现在是说的是 如果有人相信和有人不相信 都对自己没有利益 或者都对虚拟世界没有利益 所以究竟这是什么矛盾呢 还是月方尝试全面地去论证 无论有人相信还是不相信 都是会有问题呢 那这个甲方其实必须要听清楚 我不是说这个质疑不能做 但当对方有回应的时候 你第二次再质疑 就要就着对方上一个回应 来做进一步的反驳 如果不是的话 就变了我的感觉是 没有聆听 浪费了一些时间 去做同样的攻击和反驳 至于月方有点好一点 就是月方在回应上 会尝试就着甲方所说的 去做一些调整 例如一个人知道 是不等于有证据的 第二次再说 第三次再说 当然你的要求 我觉得是强人所难的 你叫人用一分钟说一次的证据 我觉得有点浪费了 但是台上的面 其实是捉到这个位置 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证据 这样就说出来的话 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或者是会令到人觉得你是疑慮 觉得你是精神病 然后将你监禁 不过我觉得 虽然这些回应 是有调整和有推进 但是其实是 真的捉到车 不会脱角 你可以说再细细一点 就是这样 亦都是 回到最后 为什么这件事 是正成了 就算我知道是真 就算人是有求真的责任 都不等于我知道了就要说 因为我都必须要顾及到自己的安全和风险 那当然隔方都有权去举一些例子 就是他说可能 戈白离式的转向 如果他明知道会被教廷消死 他说不说日心说出来呢 日心说也是科学命题 坦白说 日心还是地心 其实对于人日常的敬拜行动 和衣食住行都可以是没有影响 可能科技会发展得慢一点 但是问题就是 有些科学家真的这样去牺牲自己 说出来的时候 其实隔方又是可以说多一点 这种科学家和哲学家求真的那种精神 不过我认为隔方的例子已经够多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月方有尝试把握着隔方的前提 去做一些攻击 譬如是月方所说的 如果隔方所说的虚拟真实世界 真是不相上下 因为隔方是有说过 我们不知道他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的 他不单只是只是说一种 物理上是真一点还是假一点 那当隔方有这个说法的时候 月方的提出就合理了 就是我们都不知道他真的好了 或者是坏了 其实他可能比他选择 都是同样不甘 这个又是回应上 我觉得是有足够到隔方的一些前设去打 有聆听 有反驳 但问题又是打得不够深的 你应该用回隔方说的例子 譬如如果我是一个正经历战争的人 如果让他知道了真实世界 他同样都是正经历战争 那怎么办 他会更加灰 他会觉得你给多了一个机会 还是给多了一个更深的打击他呢 那其实月方是应该提出一些更深的 elaboration 去强化那种 知道了不是没有后果 或者说了不是没有后果 那当然我也明白 前面可能两位评估 我觉得月方今天是停留了 在未知和未知是没有分别的 因为你知道 但是你未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 又未知其他人会对你 又未知其他人的反应会是怎样 那这种立略的方式 难听说其实是数珠无知 由无知带来的恐惧 就变成了一些立民的基础 所以在我嫌弃月方这种立民的前提下 我会对月方的期望和要求是什么呢 你既然要恐吓 就麻烦你做得好些 就是你的恐吓要夸张些 你要多说一些实际例子 人真的会这么疯狂的 历史世界真的这么运作的 真实世界真的可能很差的 那遗憾就是月方那天没有做好这件事 所以就纯粹在技术上回应 就拿了我的票数 所以分数上也不相差太远 最后一点就是想回应一下 作为一个哲学系的本科生 我都很惭愧 首先如果不是刚才余美先生所说的 其实我也不会记得 但是真基本上就等于善 亦都已经等于尾 一批二批三批 所以如果真的有兴趣了解都可以看 不过呢 我也是一个极端的存在主义者 我是极度拜理财 以及极度拜沙特 所以我自己觉得 刚才余尘说的那种说法 才是月方真正的升华 或者甲方先要想想如何去应对 因为甲方那种道德高地 是说人有一个求真的倾向 但问题就是何为真 如果我在虚拟世界里生活 但是我的感受 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事件的连续性 都构成了一种真的感觉的时候 就算我们是一堆数字 我们是一堆一同零 都不代表我们是假 正如在真实世界当中 虚拟我们出来的人 都是透过工具 去模拟一个真实世界 那他模拟出来的世界 有没有真实性呢 又或者会不会 比起虚拟世界更加真 更加善更加美呢 其实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如果月方 或者甲方可以带动到 这个深层次的哲学讨论 那场比赛内容上 就会更加升华 也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反思的 名题来的 因为始终 对不起 说多一点 就是 政策性变题 是香港很常打的变题 但不代表价值的变题 或者哲学的变题 没有讨论的意义和空间 我反而觉得 是我们要多些接触一些变题 我们才可以从一些很基本的 例如立论 邏輯 甚至是所谓道德价值的判准 去有一些深刻一点的反思 然后用在所谓的政策变题 或者一些具体议证的时候 就可以有更加好的基础和基本功 还有我想日后 都会更加少机会 接触到一些很大的政策 或者变题 所以可能大家都尽早习惯 这类型的辩论 亦都可以为你们对发展更加好 以及双得一张 时间交易煮食 谢谢 谢谢 谢谢评伴的意见 今天的比赛结果已经计算完毕 在宣布赛果之前 首先宣布最佳辩论员奖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 甲方二傅姚家辉同学 恭喜 而至于今天的赛果 正方得票为二 反方得票为一 换言之今天胜出比赛的是 甲方圣马可中学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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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